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工业 在进入工业这个单元之前 首先我们要先来定义一下 工业是属于第二级产业 那第二级产业就一定等同于工业吗 那什么又是工业化呢 好的 所谓的第二级产业 是指将原料加工制造 以改变它的形式提高其价值的行业 所以的话 如果例如说这张图片 把棉花变成棉线 再用棉线去织成布 再把布制成衣服 那这样子的过程就是属于的第二级产业啦 好 那其实第二级产业包含制造业 营造业 水电煤气业等等 通通都叫第二级产业 所以第二级产业的话 不一定等同于工业活动 但是工业一定包含的第二级产业里面啦 那我们所谓的工业其实就是制造业 那如果像营造业的话就是土木啦 开房子啦 或者是造桥铺路 那水电煤气业就是如同字面上所说的 所以其实第二级产业包含的幅度还蛮广阔的 那第二级产业的主体当然就是制造活动啦 那在工业革命之后 工业革命是在哪一个国家发生的 没错是在英国哦 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很好在18世纪工业革命 那在工业革命之后呢 工厂的机械生产呢 导致制造业本身的蜕变 也对人类社会生活呢 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因此请看接下来的一分钟影片 是一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过程 而生产的自动化 机械化的转变呢 也使得整体工业产生了巨大的眼镜哦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支短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看完了前面这段影片 其实啊除了生产过程的进步之外 商品的日新月异 也让工业化的速度整体来讲 加快了更多的脚步 例如说从这张图片里面 左手边的 同学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这个呢是软叠片 软叠片的话大小呢 大概是一个手长大 3.5寸所以呢有一个小知识 为什么那个储存的那个符号是什么样 储存的符号其实就在画这个哦 这个小小的软叠片 所以这是过去以前储存资料的叠片 那现在当然都是用SD卡啦 就更小容量更大 早期这样子的一个3.5寸的软叠片的话呢 它大概只能储存 1.44MB而已 很惊人吧 我现在觉得好小 但过去来讲已经非常够用了 那再给一个那个小知识 就是软叠机的话呢 那以前就是在A槽 就是这个这个卡片的话 插进A槽做读取 所以你看为什么 现在的那个我们电脑里面都是C槽嘛 C槽作为整个程式软体的存放的地方 那D槽就是你自己资料储存的地方 E槽的话通常把它设定成为是光叠机 对不对 那所以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都从CDE开始 AV槽到底跑哪去了 其实过去AV槽就是留给软叠机的 所以在2000年 西元2000年以前的话 它的流行就是这种3.5寸的 那再更老一点的话呢 还有5.25寸更大的 所以你们应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年代了啦 好那中间的话呢 大家可能应该也还看过的 就是卡带变成CD 不过卡带也就是很古老的了 大概是7年机身 可能6.7年机身会常使用到的 8年机身的话 大概也都是已经是听CD唱片的时代了 那9年级的同学们 那可能应该都是什么样 就是直接MP3下载啦 所以现在连那个CD店的话呢 其实贩卖这样的实体唱片的都已经很少了 好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最右手边的就是书本可能即将被电子书取代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书店的话或出版社 他们的营业额度也是日一下滑的 因为大家都直接看网路小说了啊 OK 所以产品的日新月异 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手机啦 从早期我们为什么叫大哥大 因为他真的很大一只 到现在的话呢 手机就是小萤幕的 然后呢 接下来有一阵子很流行迷你机 但现在就是因为觉得这样对眼睛来讲有伤害 然后再加上他的里面的游戏软体越来越多之后呢 APP越来越多之后 当然就要再变回一个较大的萤幕 但整体来讲还是手掌型的啦 好的 那既然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脱离不了工业制品了 那么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自然是有争无减啦 因此我们根据一个国家内三级产业的人口比例变化模式 将这样的进程呢分为三大阶段 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是以第一级产业为主 所以的话呢 当第二级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越第一级产业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工业化的时期 也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了 那在过去以第一级产业为主的时代 我们就叫它传统农业时期 当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就会开始转变成金融服务等等的第三级产业 好 所以等到这个国家以第三级产业的人口占大多数之后 这个时期就叫做后工业化的时期 所以工业化的定义其实指的就是 当第二级产业超越第一级产业的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是工业化 那我们一般而言都是以就业人口比例来看 原因是因为若我们以生产值的比率来看的话 那当然以台湾这个而言 你会发现跟前面张图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都是以第三级产业作为最高比例的 那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台湾是个岛国啦 所以很多资源其实都要从国外进口 才有办法从事工业生产 所以在这种资源必须向外寻求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向都是以第三级产业 就是它的产值比例为最高的 然后也就是商业活动的行为 那农业当然就是一开始的比例是高的 到后来日渐下滑 那不管怎么样 因为农业活动的产值的话呢 它的占的比重都会蛮低的 原因是因为它是原物料嘛 它是原料的情况之下 它的价格就不高 所以它的产值也就会不高了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还是习惯于就业人口的比例来看 三个时期的转变 当然也可以有生产值的比例来看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如果要进入工业化时期的话 那大致上就是从1960年代初期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所谓的工业化的阶段啦 好 那我们对于工业的前沿就先到这边为主啦 剩下的部分的话请接去看 接下来影片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